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式举行华虹嘉宪杯中国卡丁车嘉年华及亚太卡丁车公开赛开幕仪式 在这里大家会看到所有的车将会并排排好 进入到赛道15号弯穿的这条红线之后 那头牌的车手将会把车速压到20公里每小时并且将会成两个队列展开 从这个卡牌镜头我们很清晰地看到车手们现在的排队非常顺激 准备来到第16号弯穿 同学朋友们我们也注意在达车达车线线上面的红色跟踪 在分析点比赛将会正式开始 在这里增变机场 那我们在2019赛季的中国卡丁车嘉年华及亚太卡丁车公开赛大石组的最终的决赛就正式开始 那发车一时我们看到一毫安的争夺非常的激烈 所以第一圈其实相对来说对于车手是最佳的一个超车的机会 尤其是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距离又是非常的近的 这样的话对于前四的几个车手来说相对来说是有机会 有机会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完成了对杰尔米的一个强势的超越 这样的话对于前四的几个车手来说相对来说是有机会 不算穿住在地上 在通过这些之后看到这些小弟的机器往前的方向 现在丁小金是处在全场第五的位置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公司一号的 最多的一个状态 目前自己在一号 这个是最早的 最早的状态 在前面 在前面 就是说 我们的状态 为车手 今天的比赛 就是 应该是告知了 在下一次过来 我们看一下 排在第四位的 就是 决赛结束了 0.1秒差距 真的是 可能也就是 眨个也多一点的时间 平安就好了 平安 要换下一组了 走吧 判身到了 第三的位置 也一直 只是好可惜 最后又被吵了一位 没收好 完赛了 恭喜你 平安 平安 呵呵呵 嗯嗯 比賽就是這樣 對啊 欸那鋼怎麼會有差對 大家都騎著偷跑 明明規則就有寫說 起跑是在那個龍門架 灰綠旗對不對 他們好像看到好幾隻綠旗 然後都沒有動走 他們就衝了 對 給你衝啊 反正我記得 車手撿到的時候是講 龍門架灰綠旗 可是那邊就有人出示綠旗對不對 然後我看前車都沒有動 我也沒動 他們不動我就不動 然後就有自己來這樣衝出來 他們一衝出來 然後不是很多人在跟他講 不要不要回去回去對不對 對我就貼人緊 因為我知道他們要插進來 我就貼人緊 我不讓他進來 然後他們應該都掛了 嗯 你說你說他們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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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